大家好,欢迎收看志远书香,我是宁希 喜欢请您关注我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阅读《纳兰信德非常深情》的一首词 纳兰信德是清朝初年著名的词人 出身叶赫纳拉市,满洲正皇旗 他自幼饱读诗书,文物兼修 深受康熙皇帝的赏识 曾经主持编撰《儒学会编》 《通志堂经姐》 也写下了大量的诗词 纳兰的词封清新眷秀,哀感玩艳,独有特色 康熙十三年,纳兰和梁广总督卢星祖之女成婚 可惜三年后,他的妻子卢氏却因为难产而告别了人世 纳兰于是写下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 《幻西沙,谁念西风独自良》 字里行间感怀前程往事,充满无尽的哀思和追悔之情 全词如下 《幻西沙,谁念西风独自良》 《幻西沙,谁念西风独自良》 《消消黄叶,避书窗》 《辰思往事例残阳》 《辈酒莫经春睡中,赌舒消得泼茶香》 《当时指导,是寻长》 这首词颇为伤感 是纳兰为怀念她的王妻卢氏所写下的 卢氏出身高贵 生性温婉端庄 知书达理 柔情似水 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可他们成婚的时候 纳兰并没有十分珍视她 因为当时年少的纳兰 原本有个青梅竹马的表妹 纳兰和表妹从小相识 两小无猜 感情深厚 纳兰博学多才 表妹也是冰雪聪明 才智过人 深得纳兰的喜欢 只是后来两人因为种种原因 家人强烈反对 两个人才各自婚嫁 纳兰在家族的安排下 迎娶了卢氏 因为有这样的情感经历 再加上纳兰成婚的时候 毕竟比较年轻 所以她对卢氏的好 一直都习以为常 卢氏却毫无计较 她温柔显惠 用润物系无声的关怀和陪伴 把纳兰的生活起居 照顾得无微不至 大约在婚后的第三年 卢氏怀孕生产 却因为难产 而撒手人寰 给纳兰留下了一子 这巨大的变故 给纳兰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纳兰这才惊觉 原来这一切的好 不是一直都应该在的 她仿佛一个孩子 一夜之间长大了 原来妻子是那么好 自己根本离不开她 如今一个人形单影之 往日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有怀念 有悲伤 更有后悔和惦念 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之下 纳兰提起了笔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 闭书窗 季节在变幻流转 树叶黄了 西风开始带着凉意 阵阵袭来 落叶萧萧 纳兰不忍见这凄凉的景象 关闭了宣窗 在这样的深秋 如果妻子还在世 她一定会催促纳兰添加衣裳 避免着凉生病 可如今呢 纳兰一个人孤孤单单 夕阳斜照 沙连也挡不住这落日的余晖 她在残阳的余晖里 默默地追忆着往事 回忆着自己的妻子 想到此时此刻 贤惠的妻子 已经长眠在了黄土之中 就使人无比心痛 无比欺然 谁念西风独自凉 这句反问十分沉痛 生死离别 相见无日 恐怕是亲人之间最大的痛楚 接着纳兰笔风一转 开始写两人之间的美好回忆 春日里 纳兰经常喝醉酒 睡了就躺下 睡梦沉沉 妻子卢氏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她小心地盖被子 轻声细语地说话 生怕惊扰了她 平日里 他们也经常像李清照和赵明成那样 赌书泼茶 每次饭后烹茶时 他们都会通过读书来决定饮茶的先后顺序 一人问典故出自哪本书 哪一页 哪一行 答对 方可引用 这样的生活是多么风雅 而又多么其乐融融 两人志趣相投 在生活里留下了阵阵茶香 而她后来续曲的观世 和她同床一梦 她时常觉得 一种峨眉 下嫌不似 初嫌好 这也许也是她为何会这样怀念卢氏的一个原因吧 只是回忆越美好 现实便越是残酷 所以她才会发出 当时指道是寻常的追悔和遗憾 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也会有和纳兰一样的感慨 那就是假如时间能够到回 我们会更加珍惜一个想要珍惜的人 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可是这世间没有假如 有的人错过就是一生 很多事终究是在岁月里烟消云散了 这首词感情上层层递进 相互映衬 仿佛把纳兰的哀伤之情放在我们面前 让人看了忍不住也充满无限的哀叹和惋惜 事实上 在卢氏去世之后 直到纳兰三十一岁病故 纳兰每年都会为她写道王词 可见用情之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份夫妻之情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人生就像一个圆点 从起点到终点 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 从素不相识到相遇 再到相识相知 和最后的分离 纵是情深四海 也抵不过似水流年 生命中有些离别 注定会发生 一场相遇便是起源 相处便是续源 相爱相知便是息源 读了纳兰的《幻西纱》 我想应该知道 人生最难得的是珍惜 只有珍惜眼前人 珍惜当下 我们的人生也许才会 更少几分遗憾 多几分幸福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里是志远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 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 评论和转发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